在夏天带孩子到户外活动 担心太久容易晒伤 又怕孩子在家久了会无聊 华联县议会民政小组 近日就考察了回篮亲子馆 华联县政府民政处表示 华联县府未来朝向 一乡镇一亲子馆的目标逐步设置 新秀、回篮、吉安、中区及南区 五处亲子馆 让亲子在炎炎夏日有更舒适的场地 就近拉近亲子关系 花莲县议会民政小组近日的考察行程 其中一站就是来到花莲县回篮亲子馆 亲子馆在慈激大学儿家系成节之后 做了许多的改变 信了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亲子馆 体验各项的设施 目前馆内的设施区分为提供给0到2岁 以及2岁到6岁以下的孩子体验的区域 许多的设施都具有其启发性 可以让孩子以及家长共同体验游玩 监议员杨花美就认为环境相当温馨 并且也希望在未来花莲县的13乡镇 都能够设立相关的亲子馆 我想它跟过去年到今年有很大不一样 它在整个空间的动线上面 做了很大幅度的调整 包含分区分林 然后有一些像cosplay啊 或者是说只做的积木啊等等 然后不但是让孩子 可以让孩子能够吸引孩子的目光 然后也让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跟孩子有些亲密的互动 那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设计 那这次是这个 从去年开始是委托知识大学 儿家系来做委托经营嘛 那我觉得他们有一些特教的专长 然后更符合这个 零到六岁这个孩子们的需求 那像积木池啊 圆球池啊等等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一般外面上的 幼儿空间比较少见的 那我相信这个花莲县政府这一次 这个亲子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设计规划 我相信是相当给予相当大的肯定 那希望未来能够有一个乡镇 就有一个亲子馆 让每一个家长都有机会带自己的孩子 然后享受这样的空间 然后从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让孩子可以有更多的收获和学习 他也表示各区亲子馆除了是儿童玩具图书空间 还有提供托育咨询 亲子活动 亲子课程 儿童发展筛检 线上亲子课程服务等等 而这一些希望在未来 可以让家长到丽家最近的亲子馆来体验 并且在既有的设施设备下 增加临时托育的示范计划会更加好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 花莲市采访报道